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 舒香 歡迎來到今天的棒球見長時間 那今天這集的話 我們要來開箱這個TOP卡的加持 跟大家就是演示一下 那這個TOP卡的這個球隊選擇包長怎樣 然後各隊的一些名單要怎麼去做選擇 好 那這個道具的部分啊 就是二四年的季冠軍季賽點數 這個部分就是透過這個 預測比賽的參加獎來去獲得 好 然後 如果你集滿二十個就可以拿到這個 好 那今天的話 因為我自己 唉 我覺得TOP卡對我來講可能沒什麼好換的 所以我會去換這個後援包的部分 好 我們先把它換出來 因為中繼投手對我們來講可能會比較有用一點 好 兌換出來之後我們就把它打開 好 我們先把這包打開 好 這包的話就是長這樣 對 就是你可以去選擇 好 我們先點這個UL 這樣 這個應該是沒什麼差 應該是點到使用之後才會跳這個東西 好 它就會變成這樣子的介面 然後你可以去選擇你的球隊 不要選錯喔 那你選擇之前你也可以先看一下 就是確定清單沒有選錯 那我一定選統一的 那這邊就是四分之一的機率阿 看可不可以中裴瑞茲 那個算是收場 然後決定好你的球隊之後點選這個確認 他就覺得開抽 有沒有裴瑞茲 不過這張蠻強的啦 我可能 但是我其實比較喜歡E8那張的卡圖耶 拿去突破掉好了 雖然說那張秋昊卻蠻強的 好 接下來就是介紹的環節了 我們先從兄弟開始講起 那這些卡片因為之前都講過了 所以我們這期的話 沒對的部分會非常快速的帶過 好 那這邊它是分成這個四個部分阿 一個是先發 一個是後援 那後援大家有看到 就是RPCP 內野跟外野 所以我們現在也會透過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先來講兄弟的部分 兄弟的話先發 好 先發的話你有艾斯特 蒙登跟克迪這三張大將可以去抽 所以你抽到好卡的機會阿 假設說你這幾張都沒有入手的話 你抽到好卡的機會有75個百分點阿 所以我覺得說如果你模擬有缺一張先發的話 兄弟這邊選先發會是一個還蠻不錯的選擇 好 RPCP的部分的話 呂彥青其實有其他的選擇 那就不太一定要選這張 但這張的數值也是蠻夠力的 那李正昌這張也是很強 但是下面的部分 你說陳虎 吳俊瑋加上 蔡奇澤跟黃恩寺 黃恩寺還行 但很有愛想而且價格很便宜 所以這個情況的話我會覺得 中繼的部分阿 你兄弟的可能就表現沒這麼好 好 我們接下來到這個內野 內野的話我們先不包含爹熊 內野的部分 好 內野的話陳俊秀 江坤羽跟許姬鴻 這三張都算是還蠻不錯的 那王威城的話一定有更好的選擇 但這張素質也不差啦 所以如果你兄弟的部分選內野的話 中獎機率也是還蠻高的 好 接下來的話是外野 外野的話有一張DH 我印象中這張 那這張先不管他啦 因為這張比較強 就外野的情況來看的話 陳子豪 曾宋恩 這兩張都還蠻不錯的 那岳振華 宋承睿跟詹子賢 都會比較偏向是有愛向的 但詹子賢的強度是稍微好一點點的 那這張陳子豪的話 也沒有這張強 我們就不討論了 所以就選擇情況來看的話 我這邊還是要再講一下 因為這個 你的陣容我不知道長怎樣 所以我也不能去幫你決定說 選什麼一定比較好 所以我們才會做這種 大範圍的去做分析 就兄弟來看的話 基本上在先發跟內野的部分 表現蠻不錯的 接下來我們進統一 統一的先發 這個古靈瑞昂沒什麼問題 然後聖騎士也是強的 羅昂也很強 布雷克也很強 那第二張的聖騎士也很強 所以如果你這些都沒列的情況啦 這個統一的先發 基本上都會可以補強到你的陣容 然後中繼跟後緣的部分 剛才有看到嗎 那除非說你要賭這個裴瑞茲 又或者是邱浩君 不然這個李其風跟陳雲文的數字都不好 所以你的後緣 中獎率只有50% 接下來是內野 好內野的話 陳勝平的數字還算可以 陳雍基是好的 潘傑凱的話也還行 但有更好的 那陳崇宇跟林大恩還有楊俊祥就 比較沒這麼強了 所以你的內野中獎率也是50% 好接下來是外野 外野的話林安可張貴 而且又強 那林家瑋的話我覺得相對 林安可來說 比較沒這麼強 邱智成的部分 這個打擊有點歪掉 陳潔線也是 所以外野的部分的話 比較少 我會覺得統一不用去選到外野 除非你要賭那張林安可 不然其他的可能比較不用 統一的部分的話就是缺先發 你就先挑先發的部分 樂天 樂天的先發 肯特的話我覺得中間偏下 魔神樂也是 威能帝也是 所以不用 樂天應該不用選先發 後遠 陳伯好的話 手動也還好 素質可以啦 但手動還好 陳冠宇的話 這個前三項普通 王志軒應該有更好的 蘇俊章 素質好 但球種 手動比較不ok 楊斌球種不ok 素質普通 那黃偉城的話 應該也都有更好的選擇 所以樂天的話 RP應該是不用動 所以樂天的投手 看起來是不用啦 好 接下來的話打者 炎紅軍的話還行 但這個價格都好便宜喔 所以我覺得應該不用選 這個都超便宜的欸 好 外野 外野的部分的話 竹尾還蠻貴的 然後就便宜了 所以樂天的部分 樂天的部分就比較尷尬了 因為貴卡沒有很多 那就是說 可能可以考慮去選竹尾 但林之偉的部分就是看你有沒有愛 不然樂天 樂天我覺得看起來是最難選的 中繼也 沒什麼好選的 你就看你自己的心情吧 因為樂天就是 貴卡相對比較沒那麼多 而且強度也都偏普通 好 富邦 富邦的話 先發有一張黃寶羅 這張很強 那羅哥的部分 中間 那傑哥也是中間 江少慶也是偏中間 所以如果說你的這個 富邦有缺黃寶羅這張的話 可以考慮讀讀看 那要記得喔 這張黃寶羅 他的重點是再說 他可以放中繼 但你要選先發 好 中間部分的話 這個富蘭歌 曾俊月還不錯啦 數值 那王衛勇下面這邊 手動就比較不推了 所以中繼的部分 我覺得不用選 這個機率相對比較沒那麼好 好外野我們先講 富邦的外野很少 好而且不強 所以不要選 王正堂還行 但我會覺得王正堂 應該有些人會放到二壘去 好內野 內野的部分 這張張鈺成很貴 那戴裴鋒也還算可以 就戴裴鋒的情況來看的話 董子恩的評價跟價格也還蠻OK的 慈恩奇的話 可能力量沒這麼高 那下面這三張比較不行 那新元旭還行 所以富邦的部分 我會覺得說 如果在你沒有特定什麼卡片已經練完的情況 可以考慮去選內野 尤其是這張部長 他的數值上面跟價格都蠻漂亮的 他這種免費的加持就是 選貴的 好接下來進到衛犬 王偉忠這張可以 徐若希這張也很強 那性感大叔的話 也是很強啦 沒什麼問題 鋼龍這張也是強的 艾普樂的話可能 球種比較沒這麼多 郭玉鎮也是 林子瑜也是 所以下面三張比較不行 這個中獎率也是大於50% 還不錯 好中繼的部分 陳冠偉數值壓制 當然這兩張啊 瑞歐的話球種有點普 所以我會覺得說 手中上面可能沒這麼好 這兩張我覺得有點危險 所以中繼的話 衛權可以先不要選 林之聖應該會被歸在內野 我先假設他是在內野 好接下來外野 林孝成 張宥明 跟郭天信 數值都比較普通啦 但衛權我記得 這些位置的type卡 好像也相對沒這麼強 但林孝成 我記得有國家隊可以去防 那張宥明的話 我覺得 縱使這張OK啦 這個機率我覺得也不要賭 不如去選先發 好最後的話是內野 內野的話 這個都好便宜喔 應該是不用考慮 所以衛權的部分 也是相對比較不好選的 你就看你自己缺什麼洞吧 就價格來看的話 你選先發應該會比較OK 最後的話就是台鋼 台鋼的話 這個先發投手 哈馬星的數值OK 江城也還行 小野四賢人的話也還行 後勁是好的 那到王伯傑這邊的數值都還行喔 獅子籤的也還行 那陳柏青就比較不行了 所以說他在先發的部分 貴卡也很多 所以是可以考慮的 中繼跟後遠的話 這個徐毅敏這個球種是OK的 那王耀靈的話是中間偏下 那陳偉號比較不行 所以中繼不用選啊 應該有更好的選擇 我寧願你去選先發 去拿去掛模擬 好外野的部分的話 王波龍可以 那藍銀倫的話 相對比較沒這麼好啦 陳文傑也是OK的 所以他的外野的部分 有2%的機率 最後的話就是內野 好內野的話 魔音是好的 曾子佑也是好的 無念景的話偏工具人 杜嘉明的話 數值也還行 因為台剛真的選擇比較少 陳菲林啊 張兆元 張兆元也還行啊 但陳菲林跟王波玄的數值 可能相對比較沒這麼好 內野的話 我覺得 台剛也是可以考慮的 好所以台剛的話 基本上 不要選中繼就好了 台剛的 這個 TOP卡 基本上還是很多可以去補的 那就 卡池不升啊 就變成說 他縱使沒有很好 相對在台剛純隊這個部分的話 就會表現的還蠻不錯的 所以結論就是這樣子 就給大家做參考囉 那今天這部節目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 高評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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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 或者是你想要分享 你自己的一些選法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和其他玩家討論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了 拜拜